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指点 非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那么单位的收支业务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上面讲的叫财政拨款收支业务之外 还可以包括事业单位的事业活动 经营活动等形成的收支 所以这里头可以有什么事业预算收入 还有捐赠收入 债务预算收入 债务还本支出 投资支出 我们要以这些为例来说明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事业预算收入和事业收入 那么事业收入是指 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 和辅助活动所实现的收入 但不包括从同级财政部门 取得的各类的财政拨款 所以你开展专业活动 是指事业单位 比如说我们所讲的科研所 科研所 这科研所 它的活动什么活动 就是专业活动 专业活动提供 可以对外提供什么 服务 可以对外提供服务 是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讲 专业业务收入 还有辅助活动 所实现的收入 好 在会计核算的时候 注意啊 在财务会计当中 用的全责发生制 在预算会计中 用的收付实验制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下面内容 第一个 采用财政专户 返还方式 管理事业收入 那么在财务会计当中 注意啊 那么预算会计 这两个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们说过了 凡是需要上缴财政的 只需要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所以实现了 因上缴财政专户的 事业收入时 借银行存款 或借应收 代记应缴财政款 这是第一个 那么也就是 代应缴财政款 要上缴财政 实际上财政 缴纳的时候 在借应缴财政款 代记应缴财政款 就没事了吧 好 这边看好了 没有分路 只需要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然后以后呢 再从财政专户 返回来的事业收入时 再借银行存款 代记事业收 这个走银行存款 这是财务会 走银行存款 这个内容 他没有纳入 国库集中支付的问题了 好在预算会计中 实际收到的时候 那么借记资金结存 二级科目呢 叫货币资金 这边货币资金 对那边银行存款 那么这块是没有纳入到 国库集中支付 所以在这 走资金结存二级科目 是货币资金 代记那边事业收入 这边带的是事业预算收入 好看你提 某事业单位 部分事业收入 采用的是 财政专户返还方式管理 二年九月五号 该单位收到了 应上缴财政专户的 事业收入一千万 九月十五日 该单位将上述款 上缴财政了 上缴财政指专户 然后呢 十月十五号返回来了 返回来的是一千万 都是一千万 好 那么第一 收到 应上缴财政专户款 这个一千万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 带应缴财政款 应缴财政款 那么欠国家的吧 然后交出去呗 再借应缴财政款 带借银行存款 一千 没问题吧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跨三 第二件事 然后再从财政专户 返回来的时候 两笔分路了 那么这边 借银行存款 这边借的是资金节省 二级科目 货币资金 带这边 带的是事业预算收入 这边带的是 事业收完事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从预收款的方式 确认事业收入 那么在收到预收款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 带记预收账款 就是财务会计 同时的预算会计当中 那么收到的时候 马上在预算会计中 马上就要劝收了 会计在这不确认收入 看见到吗 会计在这确认收入 那么这边呢 在预算会计当中呢 是用的收复限制 所以收到时 借记资金节省 二级科目是 货币资金带记的是 事业预算收入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后面再以合同完工进度 完工进度 确认事业收入时 比如我科研所 我为其他那边 那么研究一个项目 研究一下 按照合同完工进度 和我们企业块准则中的 驴进度差不多 那么确认收入 借预收 账款待计事业收入 就可以了 那么这边没封路 已经做过了 第三 采用应收款方式 确认事业收入 那么 一 这边 草务块准 根据合同完工进度 来计算应收款项 借应收账款 代计事业收入 这边没封路 因为这边是全责发生 这边是收复限制 好 收到款项时 再借银行代应收 那么这边呢 借资金节省 货币资金 代计事业预算收入 而这块上面 已经在这 带了事业收入了 全责发生 和收复限制 体现的非常明显 好 第四 其他方式下 确认事业收入 那么一般来讲 直接借行存款等科目 代计事业收入 那么这边呢 直接带的是事业预算收入 上面借资金 结存 顾比资金 五 事业活动中 涉及到增值税时的快处理 那么事业活动中 如果涉及到增值税业务 那么事业收入 按照实际收到的 注意不带预算俩字 啊 仓国环境 事业收入按实际收到金额 扣掉增值税 销项税之后的金额 那么入账 事业预算收入呢 按照实际收到金额 直接入账 那么这个含税金额 说吧 含税金额了 看理性 二年三月份 某科研事业单位 一般大学人 开展 开展技术咨询 技术咨询 这是对于这个 这个事业单位来讲 就科研所 一般就科研所了 技术咨询常规的 开具增值专票 收入是400万 税24万 还以收存银行 好了 那么在财务块中 借银行存款 含税金额了 代记事业收 不含税金额 代应交增值税 应交税金 括号 肖向税而思 那么这边呢 是含税金额 借记资金结层 货币资金 那边银行存款 这边资金结层 货币资金 代记 事业预算收入 看到吗 预算收入 然后实际上缴的时候 在借银交增值税 代银行存款 那么这边呢 只能走事业支出 有事业收入 对着事业支出 注意这叫支出 代支出两字 都是预算快笔 明白了吗 代记资金阶层 货币资金24 上缴 再上缴 好 这是它的处理方法 好 这是第一个内容 第二 捐赠 预算收入和支出 我们先说收入 捐赠收入 是指单位 接受其他单位 或个人捐赠 所取的收入 包括现金捐赠 和非现金捐赠 那么这个15度 现金捐赠 没得说 我刚才前面举例子 我们需要成立 80周年的时候 就人民大学 成立80周年的时候 那么校友捐赠了 对吧 这没问题了吧 还有可能什么 非现金捐赠 非现金捐赠 在我们校园里头 你去看很多很多 在我们学校 这教学楼 二楼和三楼 那中间草坪那会儿 有一个大石头 校友捐赠的 好像叫什么 寿山什么什么石头 反正挺大的块石头 然后呢 还有孔子 孔子像 孔子一个大的雕塑 特别高 仰头看 特别高 那都是什么 都是校友捐赠的 非现金捐赠 就在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 我到校院去开药去 我校院开药 有一个药是免费的 他说为什么免费 什么退烧药 什么就治疗 这个新冠的这个药 他说校友捐赠的药品 校友捐赠的药品 免费的 但是你得挂号 挂号 挂号 我们谁要挂号一块钱 因为我们是水工匪医疗 然后挂号 说你就可以开 天了解你得发烧 不发烧他不给你 不发烧不给你 那这也是谁 非现金捐赠 非现金 实物捐赠 所以实物捐赠 在我们学校里头 很多很多 特别特别多 好 那么捐赠预算收入 是指单位接收的 这个现金资产 好 核算的时候注意 在财务块中 是按全责发生制核算的 而预算块中 仍然是什么 收付实验制 好 第一 单位接收捐赠货币资金 按实际收到金额 曹块中 借银行存款 借库存信息 贷捐赠收入 在预算块中 贷的什么 是捐赠预算收 但是这个没有做一级科目了 因为这个内容在实物中 必定不经常发生 所以放其他当中 叫其他预算收 二级捐赠预算收 借的是资金 结层二级科目 是货币资金 那边对银行存款 好 第二 接收存货固定资产 等非现金资产 借记库存物品 固定资产等等科目 按实际成本 代银行存款 支付的税费 然后代记捐赠收入 按差额 好 这边呢 如果税费 借记其他支出 那么代资金结层 如果说没有税费的话 这边没分路 如果没有税费 那么这边就没分路 有税费 这边单独编资 没分路 好 看例题 二年三月十二日 某事业单位 接受假公司 捐赠的一批实验材料 假公司提供的 这个凭据 注明其价值 两百万 好 事业单位 银行存款 支付的运输费 是两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了 分路 首先在财务会当中 借记库存物品 告诉你材料 借库存物品是 那么是价款 加上那二 两百万 加那二 代银行存款两万 那么差额 代记捐赠收入 这边呢 那么由于有这两万的税费 所以借其他支出 代记资金结层 二级是货币资金 好 再接着看 需要说明是 单位取得捐赠的货币资金 按规定应上缴财政的 那么这时候就不能留给本单位了 所以先按照收支两条线 先上缴财政 通过应缴财政款科目核算 那么预算会计就没有分路了 那么单位接受捐赠 委托转赠的资产 在受托代理业务中核算 那么预算会计中不做处理 我们前面讲过 好 再来接下分路 借银行存款 代记应缴财政款 应上缴财政的 在上缴财政 借应缴财政款 预算块有吗 没分路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捐赠支出 在炒块当中 那么借其他费用 那么单位对外捐赠现金 代银行存款是 获贷库存现金 那么同时在预算块中 借记其他支出 代记资金结层就可以了 那么单位对外捐赠库存物品 固定攒等 非现金攒子的时候 在财务块中 财务块中 应该将资产账面价值 要转入到这一科目 叫资产处置费用 注意这资产处置费用 科目 那么如果未支付相关费用 预算块就不需要做账务处理了 所以将资产的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转入到资产处置费用中去 没有损益 好 单位作为主管部门或上级单位 向附属单位分派 分派受赠货币资金的时候 那么走这个科目 对附属单位补助 费用和支出可算 好 再接上 那么单位按规定向附属单位 这个上下级的关系 向附属单位以外的 其他单位分派受赠的货币资金的时候 那么都放在其他当中去 这是一个 那么再往下走 那么单位向政府块主体 政府块主体 也就是其他的事业单位 其他的行政事业单位 分派受赠的非现金资产的时候 按照无偿调波竞资处理 那么这不是一个单位 不是一个单位 比如说我们学校受赠的这个非现金资产 我再给别的学校 我们是两个法人主体 那么按照无偿调波竞资处理 好 那么再看 单位向非政府块主体 分派受赠的非现金资产 那么按照资产处置费用处理 什么叫非政府块主体 比如像企业 可以吗 那么这个是政府块主体 比如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 或者说科研所什么之类的 这是像什么 像非政府主体 比如说像什么 像企业也可以 那么这个相当给卖了 相当于卖了 再走资产处置费用 这个注意一下 这几个几个处理方法不太一样 好 往下接着走 三 债务预算收入和债务还本支出 行政事业单位现在也有什么 也有借款了 也可以发行债券了 比如像我们学校 在很早以前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学校和某银行签订 这个受信额度 给人民大学受信 好像无益 无益 一个额度 可以随时动用这个额度 现在高校一般都是有借款的 都是有借款的 地方财政也有地方财政 发行债券诱 所以来看一下 债务预算收入是指失业单位 这时候是失业单位 不是行政单位了 失业单位按照规定 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介入的 介入的 而且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 然后不以财政资金 作为偿还的一个来源的债务本金 那么债务还本呢 支出呢 是指失业单位 偿还以自身承担的 而且纳入到预算管理的 从金融机构举借的各种债务本金的 现金流出归还 一个流入一个流出 所以债务预算收入一个债务还本支出 好 在会计核算的时候 在财务会计中 设置的科目和解压 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应付利息等等 用全责发生质 那么在预算会计当中设置的科目 一个叫债务预算收入 一个叫债务还本支出 支出我说过了是属预算会计 用的收复实现值 一 事业单位举借各种借款的时候 在预算会计中 借记资金阶层 二级科目货币资金 这边借行送往财务会计 这边是贷的是债务预算收入 这边贷的是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等科目 好 好 第二个事业单位按期计提计息的时候 我们先看在财务会中 财务会当中呢 那么是借的是其他费用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 满足资本化条件 借债建工程 贷应付利息 长期借款等 全责发生值 有这个吗 那么这边呢 这边在这没愤怒 这边没愤怒 没愤怒 好 那么再接着看 在财务会当中啊 那么支付的时候 借应付利息 等贷应付利息 等贷应付利息 实际之后 那么这边才有愤怒 那么借记事业支出 贷应资金阶层 货币资金 所以这边是收付事业支 这边全责发生的 全责发生 这要寄利息 好 第三 事业单位偿还各种 短期长期借款的时候 那么这边带一行存款 这边带资金结存 好 那么这边科目走的 债务还本支出 靠名称债务还本支出 说这名称很多记不住 大家知道也可以了 那么这边 借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知道双方定的内容就可以了 需要说明是 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 取得政府发行的债券资金 这个不应介入债务预算数 这个可不属于债务预算收入 别弄错了 那么应当在财务会中 借银行存款或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代计财政拨款收入 走财政拨款收入 那是政府发行债务 我们知道政府给我的钱 是同级财政部门的 同级财政部门的走的财政拨款收入 同时预算会计中 借记资金阶层 代计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那么同级财政 以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单位 原有的附债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再借长期等科目 代计什么累计盈余 这个是什么 这是财务会计核算 那么预算会计在这没有分录 预算会计没有 这个了解可以 好 但前面这个内容得知道 那么单位需要向同级财政 上缴专项债券 对应项目的专项收入 给你专项资金了 那么如果有收入的话 那么专项收入时 取得专项收入时 那么借银行存款 代计应缴财政款 在上缴的时候做反分录 借应缴财政款 代银行存款 那么预算会计没有分录了 好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 逃资支出 逃资支出是指事业单位 以货币资金 对外投资发生的现金流出 设置的科目 在预算会计中 设置的科目叫逃资支出 在财务会计中 设置的科目 有短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和企业差不多 长期债券投资 和企业不一样了 长期债券 不是债券 是债券 投资 好 第一个 事业单位 以货币资金 对投资 在财务会当中 借短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带一行存款 这边带的是资金节存 这边带一行存 这边带资金节存 货币资金 上面借投资支出 那么金额呢 是投资的金额 加相关税费 都在加相关税费 那么这边也一样 这边跟企业应该差不多 好 接着看 需要说明的是 那么单位按规定出资 成立非盈利的 最非盈利的法人单位 比如说事业单位 可以事业单位 这事业单位 可以是有事业边 也可能没事业边的那种的 还有社会团体 可以社会团体 这个社会团体 比如说带中国字 还不带中国的 还带北京市都可以 社会团体 还有基金会等等 这个基金会在线中 很多很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不应按照投资业务处理了 那么在核算的时候 在预算会计当中 走期搭支出 在财务会计中 走期搭费用 这边带银行存款 这边带资金阶层 这个放到 都放到其他当中 其他支出 其他费用 第二 收到取得投资时 实际支付价款中 包含的已到复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或者是现金鼓励时 收到了 这个收到的是 投资的时候 包含的 实际投资中 包含的已到复息期 或者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 信息鼓励时 借记资金阶层 货币资金 代记 直接冲什么 投资支出了 这是冲投资支出的 那么这边 借银行 代记短投资 冲短期投资 或冲应收鼓励 或冲应收利息 短期投资的时候 是冲的是 短期投资 如果长期投资 长期股仁投资 长期债券投 冲的应收鼓励 和应收利息不一样的 这也不一样的 这块内容 短期投资 怎么用 不用管他 第三 以现金以外的 其他资产置换 取得长期股仁投资 那么这就是 非现金资产投资 那么事业单位 以现金以外的 其他资产置换 取得长期股仁投资的 那么其成本 按照换出资产的 评估的价值 就是公元价值 加相关的 支付的补价 收到补价减去 再加上其他的相关支出 好 快分录 在财务快中 借记长期股仁投资 那么代记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这是账面余额 如果提了折就要冲折就 借记固定产 累计折就无形产摊销 好 然后税费 带银行存款或其他应交税费 好 差额要看了 如果差在借方的话 那么介入的是资产处置费用 差在贷方 既有其他收入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这个 最麻烦就这个东西 然后在这边 如果这边有税费的话 才借其他之处 贷资金结层 如果没有税费 在预算块中 在这不需要编分路 不需要编分路 好 好 接着看 那么如果以没有入账的无形资 取得长期股仁投资 那么好 借长头 贷银行存款有税费 那么贷其他应交税费 那么就是增值税什么之类的 那么这一手 差额在贷方 贷的是其他收入 好 这边如果有税费 在借其他之处 贷资金结层 没有就不需要编分路 没有税费 就不需要编分路 好 第四 事业单位持有的股权投资 在这个期间 收到背头单位 发放的现金股利 还有债券利息的时候 在财务块中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那么那边呢 借记资金结层 贷资投资预算收益 看好了 这叫资金预算收益 在财务块中 可没有走投资收益 什么走投资收益 后面再说 后面立即再说 所以这两个内容 借银行存款 这边借资金结层 这边带的是 投资预算收益 这块不是 这块不是 那么这边内容 如果现金鼓励 有可能在宣告时 和企业是一样的 第五 长期股权投资 持有期间处理 长期股权投资 在持有期间 通常按照权益法核算 很少按照成本法核算 很少按成本法核算 那么如果政府块主体 无权决定被投资单位 财务经营政策 或无权参与被投资方 财务经营政策 这时候采用成本法核算 和我们企业讲的完全不一样 企业坏准则叫控制 才是成本法 不是 那么这个是成本法 这一块的权益法 谈的是控制 共同控制 重大影响都可以承受权益法 这块等于将来三五 将来三五 才能用长期股权投成本法 你这块三五 你不能进入资产 政府块主没有进入资产 第一 采用成本法核算是 这个简单 采用成本法核算是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余额 通常保持是不变的 除非你追加投资 收回投资 才能调整账面余额 那么长期股权投资 持有期间宣告股利的时候 那么在财务块中 借应收股利 待寄投资收益 那么这种情况是 不需要将长期股权投 持有钱上缴财长 不需要上缴财长 所以借应收股利 待寄投资收益 而收到时前面讲过了吧 收到前面讲过 借银行待营收 而预算会计当中呢 预算会计当中 只有在收到时 才能走投资预算收益 前面说过了 好 第二个 那么如果取得的 这个投资税 需要上缴财政的话 还是走什么科目 应缴财政款 预算块也没分路 因为上缴财政 所以宣告是 借应收股利 待寄投资收益 然后收到时借银行 然后待应缴财政款 同时 同时要看好了 充减 上面的应收股利 在下面怎么得充吧 待应收股利 那么上面呢 借记 第一个 如果说是以前年度的投资的 那么已经节转了 那么走的是累计盈予 如果当年的 当年投资 当年收益 借用当年的投资收益 以前年度的 走的是累计盈予 那么待应收股利 然后再上缴财政 借应缴财政款 待寄银行存款 所以这个比较麻烦 这个比较麻烦 关键的麻烦 就麻烦的同时 这个麻烦的同时 这块 好 第二 采用权益法 大多都用权益法核算 采用权益法核算是 事业单位应该根据 背头资单位 所享有的所有者权的 份额的变动 对长期股权头 账面余额经调整 和企业的权益法核算 账务处理 基本差不多 基本差不多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 事业单位按规定 需要将长期股权投资 持有期间取得了投资收益 从收益 那么上缴本级财政的 上缴本级财政的 那么这是讲的是 本级财政的 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那么第一 背头单位实现利润了 背头单位实现利润了 借长投二级科目损益调整 代计投资收益 那么利润不需要调整 承持股比例可以了 这是一个 实现利润了 实现利润了 所以实现利润的情况下 和企业一样 走损益调整 那么第二 背头单位宣告分派股利的时候 借应收股利 带长投二级科目损益调整 宣告股利 承持股利 收到时借行存款 带应角财政款 因为要上缴本级财政的 应角财政款 然后再交出去 后面再交 再借记应角财政款 代行存款 同时关键 同时刚才说 同时最麻烦 同时这一块 再应收股利 这应收股利在这冲掉 这一块并不是直接借银行存款 这一块借着投资收益 或累经营 第二 按照背头单位 除了净死 除了利润分费以外的 所有者全变动 不就是其他综合收益 或者资本攻击变动吗 在核算的时候和企业这块差不多 借长投二级科目 其他全变动 代科不一样了 企业会计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其他综合收益资本攻击 但是 那么政府会中 不能用这两科目 用的一个新设的科目 叫权益法调整 权益法调整 以后处置是 再把权益法调整这个金额 再给我转投资收益中心 转投资收益 这个权益法调整是 财务会计科目 财务会计科目 好 下面看一个例题 加科研事业单位 经批准21年度 越是以自行研发的专利技术 作价出资 与一切共同设立 丙有限责任公司 好 那么贾单位该专利权账面余额 告诉我们80万 累计贪行销20万 评估价值告诉我们600万 丙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 那么贾单位持股比例60% 能够决定丙公司财务经济政策 好 注意 在这儿注意 那么是我们所讲的 叫权益法调 不要认为60控制 不是那一问题 好 21年丙公司全年实现利润600万 那么其他所有者全变动减少的是100万 第二年 二年四月份宣告分派 现金股利是200万 好 6月丙公司向股东支付了200万 好 那么按规定 长期股权斗持有期间 取得的这个投资受益 需要上缴本级财政 需要上缴本级财政 那么就是前面最麻烦的一个分路 好 第一 21年月份与无形攒出资时 按评估价值借长期股权投资 二级科目成本是600 评估价值 带无形攒原值或账本余额80 借里还一交20 差个贷代方 贷代是什么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 那么在此没有预算会计 预算会计在这有吗 预算会有吗 那么在这一块预算会计往下走 有吗 没有 你有预算吗 没有 那些没有 没有涉及到货币资金核算 你前面用货币资金对外投资 那是有个投资支出 这块没有 看到吗 这跟以前不一样 在这块只有财务会计核算 又没有其他税费 如果税费的话 你可以走资金结存等 第二 2021年12月31日 那么背投单位实现利润了 是600万 实现利润 调增账面价值 借长投 二级科目 随意调整 带投资是600万乘60% 66360 那么第二 除此以外 其他所有者全变动 那么这是减少了 带长投 二级科目 叫其他全益变动 100乘60 60万 借的是权益法调整 走权益法调整 好 第三 二年四月份 比资公司宣告分派鼓励 借应收鼓励宣告时 贷长投 二级科目 损计调整 200万乘60% 261 好 你下面给我来那个 什么借银行 从管贷应收 那就完了 因为需要上缴 本级财政的 上缴本级财政的 此时长投的账面价值 自己算一下 780 借长投 代长投 自己算一下 可以了 好 我要走 四 二年六月份 实际收到时 借银行存款 代计 应缴财 必须过度 应缴财政盘 同时 那120 那120 这不收到了吗 这100不收到了吗 这不当年呢 没跨年吗 借投资 收于代计 应收鼓励 代应收鼓励 然后再上缴出去 借应缴财政款 代计行存款一把 好 第六个问题 市业单位 出售 对外转让 或到期收回 本年度 如果是以货币资金 以货币资金 取得的对外投资 那么好 在预算快据中 那么收回借记 资金结存 资金结存 这边借银行存款 然后这边呢 带的是投资支出 这是取得的 投资时的那个金额 那么然后代计 投资预算收益 投资预算收益 按期差额 按期差额 好 那么注意的问题 那么如果这个单位 出售对外转让 或到期收回 是以前年度的 是以前年度 以货币资金取得的 这个对外投资 把上面的投资支出 替换成其他界 因为他转走了 他转到其他界约中去了 所以这个内容 代计投资支出 或者其他 差额 走投资预算收益 这边借银行存款说 代计短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然后呢 再接着带什么 应收股 应收利息 差额走投资收益 差额走投资收益 那么这边 差额走的是 投资预算收益 差两次 好 看例题 17年7月1号 某市业单位 以银行存款 购入五年期的 国债五百万 利率是3% 按年 付期 按年分期付期 到期还本 付期日每年7月1号 最后一年 归还本期和利息 最后一次利息 好 第一 7号 购买国债是 这用现金购买的 借记投资支出 代记资金 结存 这边借 长期的债券投资 五百 代银行 此外 那么这边呢 是代资金 结存 所以这五百万 是五年期的 五年期的 我假定到期 还本付息 所以走长期 债券投资 好 第二 18年至二年 每年计期利息的时候 在财务块中 有分路 在财务块中 有分路 借应收利息 代计投资收益 500 长银利率 那么利率是3% 好 在预算块中 没有分路 预算块中 没有分路 好 每年7月号 实际收到时 借银行存款 代赢收利息 那么那边才有分路 借记资金阶层 货币资金 代记投资预算收益 所以这是 上面这个 和这边 这边没有对应的 下面这俩是 对应在一起的 看见到吗 这是全责发生 只是收复权子 好 再看 三 二年7月号 收回债券的本息 好 财务块一几 借银行存款 515 贷长期债券投资 本金是500利息 投资收益 或者说是 差额15 好 那么那边借资金阶层 那么然后呢 515代记 为什么走七大节约 为什么走七大节约 因为这以前年度投资 以前年度投资 所以这个如果本年呢 你再把七大节约 放到投资支出去 差额代记 投资 预算收益15 这个对比说了吗 看完了吗 好 好 第七 全力法下 事业单位 处置 是以现金以外的 其他资产 其他资产 比如固定资产 取得长投 那么 取得长期股成投资 那么这时候 处置怎么办 所以全力法下 事业单位 处置以现金以外的 其他资产 取得长期股成投资时 按规定 取得的投资收益 这个投资收益 是纳入到 本单位 预算管理的 纳入预算管理的 分别下列情况 注意 好 我们来看 第一个问题 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余额 大于其 投资成本 换句话来讲 我投资成本 100万 我现在账面余额 是150 多了50万 那么多了50万 可能是什么 水桃涨了 其他权益变动 等有关内容 是吧 好 那么第一步 首先 先把这个成本 给我转走 代季 长期股权投资 二级科目成本 那么借什么 资产处置费用 这是第一步 先把它转到 资产处置费用 那么第二步 再来看 收到借款 在借银行存款 借银行存款 如果应收股利 充应收股利 那没有算了 代季 长期股权投 这时候代季 长期股权投 二级科目 水平调整 二级科目 其他全别动 上面那个成本 转到资产处置费用中了 资产处置费用 后面还会讲到的 然后代行存款 有相关税费 代行存款 那么此时代投资 收益金额是什么 是取得价款 与投资账面余额 应收股利的账面余额 那么和相关税费的差额 那么介入到投资收益 往前看 往前看这个 看那个 我们刚才讲这个内容 权益法下 那么事业单位 这个事业单位 处置以限制以外 取得的那个长投的时候 按规定将取得的投资收益 这个投资收益 刚才没念 现在要说这个 这个投资收益 就是指长期股权投资 处置时取得价款之低 扣掉长期股权投资 什么 成本 这个成本 那么成本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成本 成本 然后有税费 减税费 看到吧 有税费减 所以这个内容指的是这个投资收益 那么老师 你这写的账面余额 书上就这么写的 我们不用研究去了 不用研究去了 好 那么在这时候 那个差额 剩下差额 代计应缴财政款 剩下的部分在上缴财政 这边呢 这边内容 借资金阶层 货币资金 代计投资 预算收益 这边投资预算收益 和这边投资收益 应该一样吗 是一样的 不应该 取得价款 减掉还是投资成本 看到吗 和相关税费 相关税后差额 和这边投资收益 应该一样 和这个投资收益 此处投资收益 内容都一样 都吻合的 全吻合的 好 第二 长期股仁投资的账面余额 小于或正好等于投成本 在这时候 看好 第一步 还是先将长投 不仅成本 其他的也要转到资产 储置费用中去 所以借记资产 储置费用 代计 代计 长期股仁头 二级科目成本 或者其他二级科目 什么水桃整 其他权品种等等 借房贷房都可以 然后再看 借银行存款收到价格 代应收股利 如果有的话 代应收股利 赵敏玉和相关税费合计进行 剩下的部分 还是代应缴财政款 那么这边呢 这边借资金 阶层代计 投资预算收益 是取得价款 减去 还是投成本 相关税费 和这边投资收益 和这边投资预算收益 是一样的 好 到了为止 那么这个问题讲完了 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 非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包括内容 主要是事业预算收入和事业收入 然后我们又讲了 捐赠收入和捐赠支出 债务预算收入和债务还本支出 还有投资支出 从考试角度来讲 应该说一般意义上 考的比较多的是一和四 一和四 好 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就可以了 好 这支点我们就讲到这